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子山 最近微博垃圾榜第二 B站垃圾榜第一的新闻 相信大家都有了解了吧 没错 就是这一则被国内各大官媒所转载的 关于地球可能已经被外星系观测好多年了的视频 我本人也是对这些信息感到非常的兴奋 我也特别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呢 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同样在近期非常热门的上海金字塔UFO事件 没错 就是在上海黄浦江上出现了一个 类似于金字塔外形的UFO 并且呢 也是群众目击 那么本期视频将为你解答 这到底是不是UFO 好了 那么大家先看原视频 首先呢 我查了关于上海UFO事件目击的最早报告 结果我居然发现他最早的目击报告竟然是2010年的时候 这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了这个UFO并不只是在这两年出现的 而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 然后呢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有可能是上海的灯光秀导致了UFO的出现 那么我查了一下2010年那个时候应该是上海世博会的进行的期间吧 我查了一下他的时间 很可惜的是上海世博会是发生在5月份的 所以呢 他和UFO并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刚才贴吧上写的时间是3月份出现的 那么线索2 很多网友说这个是上海海湾大厦上面的灯光所形成的一个三角形的投影 那么大家先看一下这是海湾大厦的样子 可能白天不太直观 我放了两张晚上的图 而且天气呢又都差不多 刚好呢 上面也开着小灯 这两张看起来呢 相对来说比较直观 但是你可能会说这个看起来也不是三角形呢 而且它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大制造那种投影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图 然后呢 我就找来了它T形的服饰图 这边看起来呢 可能还是不能看出什么 那我们来进行对比一下 我把这一张目击视频上面的这一张图 放在最中间给大家进行比较 大家会发现两个角的比列相似程度其实非常的高 然后呢 我又把色调给提了一下 这样看起来就更直观很多了吧 这里告诉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们会发现 关于这个事情的所有的目击视频上面的 通通都是最上面那个角不那么清晰 这也刚好符合了海湾大厦的构造 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去找别的视频来做参考 调过色调以后呢 其实更直观的能看得出来 这个三角形最顶上的一部分是没有那么清楚的 左下角和右下角呢 显得更清楚一点 这实际上刚好符合了海湾大厦的设计图 包括你也可以寻找别的目击视频 来看看它到底上面那个角 是不是和我描述的一样 它显示的都没有那么清楚 往往是等腰三角形左右两个角显示的最为清楚 这里呢 我引用了一段我在YouTube上找的一个老外前段时间刚来上海调查过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上呢 这个老外找了当地的一个988主来询问这个到底是不是UFO 八主的回答呢 也非常肯定 这个并不是UFO 并且呢 展示了这两张图 通过这两张图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 它确实非常符合投影这一特征 基本上可以说是高度相似了 并且从这个视角看的海湾大厦呢 也印证了刚才那张设计图的真实性 它确实只是一个梯形的构造 海湾大厦是一个梯形导致了上面的三角形永远在等腰三角形最顶上那个脚永远都是不清楚的 关于它有没有可能是美国这个TR-3B的飞行器吗 其实这个呢 我本来是没有多想的 主要是因为它确实长得挺像 但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大概率不是呢 因为你会发现美国这个飞行器 它的看起来呢 也就一架客机这么大 最多比客机可能稍微大一点 反正肯定差不多 和上海这个确实大小上差距太大了 那我们就不仔细讨论了 虽然以上结论可能都指向于这个金字塔呢 它并不是UFO 而是这个上海海湾大厦的这个投影 但是呢 我也找到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一个UFO 因为现在这个视频中的UFO呢 它距离今天时间隔得比较久 而且呢 它好像是在陕西 和今天的视频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如果大家想看关于这个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 我可以考虑之后拍一起 看了以上分析 你还认为它是UFO吗 不过最近国内外对UFO的话题 确实是又引起了一番狂潮 包括最近不是要发布一则 去年由特朗普所签署的 关于UFO的目击报告 据说好像是会有大信息啊 这个呢 其实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但是呢 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喜好 因为根据老美的尿性 可能前面会给你炒作的特别好 但到实际发的时候 可能还是一些特别官方的一些报告吧 可能随便糊弄几句啊就过去了 我估计大概率可能是 它确实会承认有UFO存在 但是它肯定不会承认UFO里面是外星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三连加关注 我是高子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